这是一篇叫做法界大虾哥的文章 那他的这个文章呢并不是他写的 他转述了郭伟华博士的一个文章了 他又转了一下了 不错这篇文章不错 文章题目呢是 这个伟大的啊什么呀 这个课题要缓一缓 最近有一则报道 2022年12月17日 由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冠宗教授 代首席专家的研究 要才是啊 这个这个什么啊 什么什么什么吧 这个伟大抗议精神 及其弘扬机制研究啊 专题论证会 上海一个叫陆家嘴共享图书馆的公众号啊 转载了讲述了这篇通稿啊 大家得以知道啊 这个都是专家嘛在这里研究了啊 并提到了 确定了115个项目啊 每一项的资助呢 是6到80万 6到80万 那么具体的伟大抗议精神 及其弘扬机制研究 这个需要了多少钱 这个大家都不清楚了 那应该是在80万左右吧 花费如此高的经费 所研究的课题啊 要审慎选择 要对社会的有贡献 现在做这个题目的研究 你们认为你们的时机成熟不成熟 你们认为你们这样子的事宜不事宜 啊 当然他后面叙述了啊 这个疫情的啊 这个整个的经过了 我就不好给叙述啊 我要叙述 恐怕要得到警告啊 大家都在疫情中 这个就不用讲了啊 在他们这个 就是这个 应该是啊 似乎是 就是陆家嘴共享图书馆 这篇公号下面大家有评论 是吧 说简直太不要脸了 不是人 我没办法说你们这群人 啊 所以有评论 评论这群人霸占着科研资金 是不干人事 对社会的毒害啊 比他妈汉奸还大 评论 好像去喂猪啊 喂猪还能出个三斤猪肉 啊 现在 这个现象是个什么现象 下面立即有一个评论说了 现在的现象是更高产 喂出了一群猪 啊 下面也有评论 说见过不要脸的 没有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评论 祖坟得有多大的窟窿 需要用这个八十万去填 他们哪来的脸 啊 评论 恶不恶心人 简直就是国家的猪虫 谁给拿出 同意拿出的这八十万 评论 真是不要逼脸 那么多的高校的教授 离世 都是他们的同事 啊 这帮人在这里 研究这个精神 不干人事 就不能好好活吗 哎 这是话怎么说 不 只就是怎么 不只能是不干人事 活着吗 这可能是这样说 啊 啊 这个有一个官媒报道了 啊 可惜呢 呃 这篇文章被404了 啊 有官媒有报道 并且啊 有那个紧急通知的 要求所有人 不能提及这个事 啊 这个是谁提出来的 我就不说了 是吧 顶流 顶急 顶后提出来 说这个事就不能提 啊 啊 就是这篇文章 没有了 啊 没有 完了 凤凰的吧 就凤凰网 凤凰的吧 被骂到紧急删稿 社科80万重大项目 伟大抗议精神研究翻车 我这个项目就有点 我这个题目应该起什么呢 是吧 提起类似这样的题目 立山 是吧 呃 我起一个叫做 起什么呢 起什么呢 这个题目 被批评不人道的一个研究 起啥呀 这个 我来的讹判也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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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做一个项目的